七千块多火把 火烧吃币得一万多 一万多 对对对 柴油现在就是啥 每天就是这个桶啊 我们是四大桶 就是这个柴油得跟得上 四桶 国局国旗 宝贞给ungs贞 fiz币 宝贞准备好 打扶秀ushalay 国籁文台 您是否应该 政府好 公主市 国家 国家 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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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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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晃进去 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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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派两个人过去这么踩就行了 不可以办 他只能做 你要一换酒就不透 他说晃晃 这也不好走 这样行了吧 够了吧 够了 你还差紧进去 来 你个四位小兄弟 推 放开来 再也放开 好 好 没问题 所以呢 我呢也是属于 基本上属于最后 结束 这个开设 回想起来呢 这两年半从一开始接受 这个角色的时候啊 当时啊 这个 当时准备让我试的是 周瑜和诸葛亮 后来定我演的诸葛亮 当时呢 有一些 理论吧 说我不太合适 我当时感到有一种压力 因为这个 诸葛亮这个角色啊 是一个千古流传的在那里 一个民族公司 以前的京剧 电视剧 有过大量的这种演出 也做出了一些努力 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角色 那么现在呢 我基本上把周瑜和诸葛亮 这个人我分为两个大的段落 来刻画 表现 这样一个 那个历史 这个悲剧命运 那么到 六出七山的时候呢 就进入了 五十四岁 五十二岁 五十三岁 这样一阶段 这个阶段的周瑜和诸葛亮呢 就 有点接近于这个 以前大家 印象里边的这个周瑜和诸葛亮 从造型上 从感觉上 基本上 往这个 这个网念靠 那么 我呢 这两个大段落呢 第一个所谓 金石周瑜和诸葛亮呢 就好像他这个 年轻 这种纵红百合啊 族之多谋啊 他自闭管月嘛 是吧 那么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凭三寸不烂之蛇 游水渡污 促成 孙流联盟 共同康康 这个事情周瑜和诸葛亮呢 尽量表现 实际上我在 我自己认为啊 要说诸葛亮 比较难演 我觉得还是 这个 是从六福七山以后 人物的矛盾比较多了 那么前期的诸葛亮呢 更多的呢 分配五十多 那么进入晚期的诸葛亮呢 他 就国力衰退 他以前的所谓先帝也好 二帝 三帝 赵宁 皇宗 那么通过这两年半的创作啊 我感到就是 既有创作的艰辛 也有创作的喜悦 我想大家可能最后 看到完成片之后 也会有一个基本的成果 我现在不能期望太高 我只是希望能够 我所所做的那样的诸葛亮 能够为大家接受 能够使我在创作上 作为一个比较长足的进展 因为我已经进入中年 四十一岁了 演这样一个人物呢 可能对我最后的创作 是 是